退休二十多年了 因为退休以后我就一直学舞蹈 后来参加了咱们的工艺组织 自己原来是个艺术学校毕业的 有点舞蹈基础 这样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 能够现在带给农村的小朋友 工作退了 但是精神不能退 思想不能退 应该牢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 对不对 牢记使命 不让初心 永远为人民服务 所以说退休了以后 也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样给社会做点贡献 这样自己心里也觉得很幸福 我只要我的身体能行 永远支教下去 我现在目标是100岁 争取110岁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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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